我們現在跟各位談的叫做聲速 聲音的速度 聲波的速度 背一下 一般而言 傳聲的快慢是固態大於液態大於氣態 固體大於液體大於氣體 這個要記住 這個要記住 因為這個未來的什麼折射什麼之類有關係 要知道快慢 等一下有個表格 表格會告訴你不一定是這樣 那你就不要管那個例外 你就記固態大於液態大於氣態就可以 這個傳聲的快慢 那麼我們講的是空氣傳聲 所以空氣傳聲的速度 這裡寫什麼 溫度高濕度大風速的 這些東西 重點是溫度高 因為等一下就有個公式 這個公式會告訴你 我們空氣傳聲的速度跟溫度的關係 你要把它記下來 把它記下來 OK 剛剛講會有個表格 就是所謂的傳聲的表格 你可以看到海水傳聲 1520 是要是比牽的190大 所以這表示我的液態會大於我的固態 不要管這種例外 你就被固態大於液態大於氣態就可以了 那剛才跟你說 我們空氣傳聲跟溫度有關 基本上溫度越高 傳聲越快 然後這裡說0度C的時候這麼多 20度C這麼多 我們就有個公式叫做 V等於331加0.6T 這個公式基本上沒有出現在課本裡 但老師都會教也請你背下來 而當初我們的基策也考過這一題 但是基策考的時候 他就把前面那些話告訴你 然後你自然就曉得要變成這樣的算法 這樣的算法 好 就是你就是說你沒有背公式 你看他的敘述也一樣會得到結果 對 但是我們還是會要求你把這個速度的公式背下來 V等於331加0.6T T就是溫度 在我們一般的生活狀況之下 這個公式都能用 溫度帶進去算完就知道這個溫度之下 我們空氣傳聲的速度 所以請你把它背一下 請你把它背一下 OK 好 雖然我們當年基策考這句的時候 不用背你也會知道這個結果 你希望你把它背起來 V等於331加0.6T 那比較重要的是一個觀念 或者說兩個觀念 就是第一個相同介質傳任何聲音速度都一樣 在這間教室裡面叫做同一個介質 然後我們在講話 不管我講話大聲還是小聲 高音還是低音 是你講話還是我講話 不管怎麼樣 我們的聲音的速度都是一樣的 聲音速度都是一樣的 都是一樣的 所以叫做同一個介質傳任何聲波 速度都會一樣 速度都會一樣 那麼另外一個叫做同一個聲音傳任何介質頻率一樣 這個在光也是這樣子的 在光也是這樣 今天我現在在這裡唱的都 這個房間裡面 可能我這邊的溫度高一點 這邊的溫度低一點 但是我那個都出去 大家看到都是都不會變成拉 叫做體力都會一樣 所以同一個聲音在任何介質 體力會相同 體力會相同 這是兩個重要的觀念 然後在一些題目裡面就會拿出來用 所以要請你記住 同一個介質傳任何聲音速度一樣 同一個聲音在任何介質頻率一樣 OK嗎 OK嗎 可以嗎 可以 很好 謝謝 謝謝 谢谢大家